两名远警打开白色轿车车门 车辆甚至还在往前 周围骑士都回头围观 到底发生什么事 尽管车内两人不断挣扎 两名嫌犯还是被警方拖出来后压制在地 事发在17日晚间9点左右 警方于新北板桥管前溪路与南亚东路口 发现一部可疑车辆 当时疑似要进行交易毒品 见到警方盘查 逆性驾驶和同性乘客担心被抓 心虚拒绝盘查 居然企图冲撞远警后加速逃逸 警方立刻呼叫志愿围捕 最后在距离850公尺外的路口被拦下 车上嫌犯一度不愿配合 警方立刻破窗开门 将嫌犯拖出压制在地 警方表示在两人的车内 发现一级毒品海洛因 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还有两只吸管 将一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证办 东西新闻丁一文新北报导